我不能说我们很爱父母亲 因为这都是口号 但是你要怎么去爱他 你必须要用身体力行 那你要怎么去尊重他 我觉得是另外一件事情 有时候对小孩的教育 基本上来讲 你真的不必把他照顾得太好 但是你要保持着 让他能够知道 什么叫爱 什么叫尊重 我觉得就够了 我觉得从这个字来看的时候 就应该非常清楚告诉大家 做儿女人 不外乎就是 当我们的父母亲年老的时候 你怎么去扶持他 那扶持当然有很多很多方式 每一个人的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 在过去我小时候 我知道家里面条件也不是那么好 所以因此我也非常清楚 要怎么去跟父母相处 我是算家里面最小的一个儿子 所以父母亲对最小的儿子 大概也不会 都从来倒不干 但是至少 就是说他不会 非常非常地特殊地去照顾他 不过我从小 比如在父母亲的心目中 就是一个非常好养的儿子 好养 非常好养 你觉得兼优 这里面有好几个城市 首先第一个城市 当然是身体都一直很健康 也不必让父母亲有担忧的时候 后来慢慢长大了以后 他觉得这个小孩 好像也不必去太怎么去打他骂他 或者是怎么样 他就是从小就是很好养 很好养的儿子 在父母亲心中 就比较不会特别去照顾他 也因为如此 跟父母亲的关系 就保持一个还蛮和乐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 在我小时候 看我的哥哥 他们接受父母亲的 非常严格的管教 其实我看在眼里 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 当然当然 因为对他们是蛮凶的 对我呢就也不是宠爱了 总觉得这小孩也不会犯人不错 大概就让他平民顺顺的 就让他长大吧 后来我慢慢长大以后 就离开了父母亲 因为我们要 我们念书的地方 跟我住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谈到笑这个字眼的话 我只要一个感觉就是说 当小时候被管得很严格很严格的人 跟一个放牛吃草的人 还是很不一样 不过因为我一直以来 对父母亲这种感情 一直保持得还不错 所以能够在一个非常好的思维 就是说希望能够多陪陪父母亲 那甚至于跟他们之间的距离不会太远 那既然不要让他们有一些单绿我的生活 当然如果有可能的话 也既然能够照顾他们 或者是帮家里面做一点事情 我想我小时候生活其实还过得还蛮平淡的 等到妈妈我长大以后 因为到台北念书 因为念的是传播 所以就回不去了 那整个就全部都在台北了 到台北之后父母亲的年事越来越老 当然就会发现家里面会有一些变化 比如说父母亲的身体不是那么好 那么可是我在台北 我怎么去照顾他 遥不可及嘛 这个边场莫及 所以我就必须要思考 怎么去常会去看他们 这个是我过去曾经有的一些想法 我想年事越来越老之后 当然就会面对生老病死的问题 当然我父亲早一点过世 我母亲虽然晚一点过世 但是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失智了 因为失智以后 当然我们接着下来 整个家庭要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 那我就想到了 一个家当父母亲慢慢 不是一个家庭中心 而是一个家庭的负担的时候 我一直在观察 小孩会是怎么去面对这个父母亲 我不能说我很好 但是我知道 我非常清楚 我必须要照顾父母亲 但是因为距离太远 有点边场莫及的感觉 但是我尽力而为 就是一段时间就会回去 每一段时间就会回去 看看父母亲的情况 这样子 有一件事实际上在我心里面 一直很挂意不去的地方就是 后来因为失智了 妈妈失智了 失智了以后 又没有办法有人在旁边照顾她了 那这时候呢 就必须要把她送到养老院 我就尽可能的每个礼拜有空 从台北回到乡下 然后去看养老院 去看妈妈这样子 看了20分钟就回来 看了这么多 每个礼拜几乎就要跑 我不能说我很孝顺 但是至少我现在 不会感到有一点遗憾 我觉得那段时间所做的事情 不像付出 而是一种心里面的一种表达 表达对父母亲的一种关爱 关心 关怀 当父母亲走了以后 你回想过来 你到底生前对她如何又如何 前几天我去参加一个商礼 参加一个商礼的时候 哇 办得非常隆重 非常庄严这样 我坐在下头 我的感受是什么 当你平常对父母亲 不是那么的好 给予那么好的关怀的时候 等到父母亲过世的时候 你再办一个非常豪华的一个商礼 那表示什么 表示我有钱 我觉得这件事情 这个也是在我们现在社会里面经常有的一种现象 其实真的对父母亲还是要诚恳 打出内心的一种 一种在生前就应该好好的关注关怀 这段亲子的关系会让你身为父母会希望孩子能够为你做什么 我因为当过人家的儿子 所以因此当了父亲以后才知道说 原来你想象的当儿子跟当人家的父母亲的角色刚好是相伴的 所以我现在我身为一个父母亲 我有两个小孩 这两个小孩都还不错 但是我也常常在想 我也一直在观察 小孩里面他应该分成两种 一种生下来之后是来报恩的 报答的 那有一种是来讨债的 他可能讨债不是钱 而是你要为他付出很多很多压力 你知道吗 因为你怕他不舒服 你怕他生活的不好 你怕他也许他成家立业之后 他会面对很多很多问题 你会很多很多要帮他处理的事情 这个我把他称为讨债的小孩 那如果他是一个会回报父母亲的话 就跟我一直一点都不谦虚 我是从小一直到现在为止 我一点都不谦虚 我真的很孝顺 那我在看我的小孩的生活 我就想 因为有时候对他好 那个好像他也不觉得好像 那时候看了小孩长大 给他吃好的 睡好的 做好的 给他醉好的 爸爸人家被欺负等等 把他照顾得很好 然后自己也很辛苦 这个是很多的父母亲应该会相同 会有的一种感受 那这种感受可以想得出来 就是现在小孩跟过去 我在当人家小孩的时候 环境截然不同 因为以前的小孩 可能经济条件不是那么好 社会的条件环境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之下 那可能被照顾的就有很大差别 现在社会真的有点变了 变的原因在哪里 可能是因为照顾太好 他理所当然得到的 那因为照顾太好 所以因此这些他都不会太珍惜 而且他理所当然是如此 我就看了很多很多非常不孝顺的故事 我记得我已经看过 有个父母亲 其实家里面条件也不是那么好 那手势节用 为了小孩能够跟我一样 这个送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环境 然后希望他能够有 这个功成名就的一天 这样 然后就最好是把他送出国留学 这是以前的家庭大概都有的想法 所以我就看到了 小孩确实如果是 就是被照顾得很好 然后出国留学 父母亲把卖的一些地 甚至变卖的一些黄金 家当之类的 就把他送出国留学了 那甚至于把那个房子也抵押了 让小孩出国留学 等到出国留学回来以后 你期待的是应该小孩会有回报 我觉得这件事情 当你对小孩好 小孩一定有回报 这不能化成等号 可能还是立项 可能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不同的结果 我们都是曾经当过人小孩 那么后来身为一个父母去看小孩的时候 其实两照之间 这些对话过程里面 它不是一朝一夕的 它是一辈子 你看生离死别 甚至于还有一些 很多很多的病痛 家庭的可能要面对的问题 大家怎么去共同去处理 所以一个家庭里面的元素 当然这个父母亲也好 儿女也好 基本上两代之间的关系 可能要扣连的这个过程 它是一个慢慢长长的变化 那这些变化呢 可能我觉得社会的价值观 还蛮重要 那世界纷纷扰扰 请不要担心 你奇怪老辈 最爱最爱的宝贝 有一种感性默默的差异 全心守护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